包括机动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陪同慈奉公住持以及主委、副主委和志工们 发送总共将近280户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棉被或毛毯和沙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民生物资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包括机动市议员曾宜芳以及机动市议会议长 同职委指派秘书到场关心 这也是为在机动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仕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2年举办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这个物资的部分皆由社会人士、爱上行人士 跟公众的各师兄师姐 大家全力的支持赞助 那今年的一些品品部分 有高级的老产 棉被跟我们的宏外县的石墨漆 然后也提供 有师兄师姐提供赞助 然后救济我们的亲团家庭 然后希望说 持奔公借由这次的爱心活动 将这个小爱发挥出去 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加的享有 温暖 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的抵抗 弱势民众前来领取东令救济爱心活动的慰问金和物品 让受到帮助的民众倍感温馨 像是我们持奔公还是比较的 甘人两者的努力 经过无情 我们帮助民众们长期来结合 我们的通德组 与我们宏庙的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一些社会的三星人士 众龙 积极的一些物品 在初学期间 来报告 我相信啊 就是让我们市民会感到一种 写中送看的一种风转的感觉 那持奔公在耿辉二十至今 也卖下二十几年了 一直也参与我们持奔公的一些功力的救济活动 持奔公祝大家 顾年轻大力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